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终于来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 关于这一次的影片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文中的新年好有什么词汇 那么去有看日本终于节目或者是连续剧的朋友们 都会听到这两个词 虽然这两个词都是包含着新年快乐的意思 不过他们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 分别就在于非常清楚很明确的分开这个 一个是用在新年之前一个是在新年之后 更明确的是在哪里呢? 是在1月1号的前后而已 那么跟大家讲解一下 新年前是用在哪一个词呢? 答案就在于 那么1月1号也就是11点59分之后的日期 更换了之后呢 就可以演变成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的差别 各位有学到了吗? 在我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这两个词能不能合并在一起用呢? 当然是不可以 因为场合的分别 就会有不一样的用词的方式 那么我就在想说 如果真的不能硬硬的在同一个场合 用这个两个词呢? 那么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用的 那就是在23点59分 大概58秒的时候就讲说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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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SHIO! 然后呢 在刚好进入12点 换到1月1号的时候 就 YO!AKIMASHI OMEDEDO!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场景了 那么就在分享多一点点东西 通常在12月31号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朋友在Facebook 就分享自己在2020年有做过了什么东西 2020年有搞砸了什么东西 那么像这样子的回顾 在日文当中是叫做FURI KAI LU FURI就是有一个回过去的一个动作 然后 KAI LU指的就是回去的意思 这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想象 就是把自己做出去的动作 再回去再看多一遍 这个样子的意思 啊哼 那么今天的video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 YOYI O TOSHI YO AKIMASHI TE OMEDEDO! 跟FURI KAI LU 那么各位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呢? 希望是 啊哼 我就知道 虽然2020年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不过那么就希望2021年 大家都可以路过这非常振奋的一年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